龚俊唱歌为什么那么自信 请问张志涵老师 你觉得龚俊唱歌怎么样 我觉得他喜欢 那你想看他演唱会吗 想看啊 非常的期待 你可能是千许 我们问一下张老师 你觉得有就 哎有有突飞梦境 哇张老师息字如今 其实你的嗓音蛮是个跳跃的 所以你想一听 就不看外面好听 花开早 天知晓 天魔晓 天一老 江湖啸 恩怨了 人去了 我忘了 家世门 家世门 很多人都说 你唱歌特别好听 是的 我感受过 感受过 龚俊老师唱歌 听过 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龚老师的歌喉 跟他的人一样 非常的真诚 没有那么多技巧 但是他能够打动你 很真诚很柔软的地方 我觉得龚老师唱得特别好 调跟不上他 不是他跟不上调 是调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 说句新话 我觉得俊俊唱歌不好听 是炒作 谢谢 谢谢龚俊 谢谢武团 谢谢大家 龚俊刘步 握个手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龚俊 欢迎欢迎龚俊 来参加我们 2022年的首期直播 谢谢 正在拍戏吧 是的 刚杀青 辛苦了 怪不得销售了好多 是的 那个拍戏嘛 就得要最好的状态 哇 永远都保持最好的状态 是的 我特别想问你啊 因为你也演戏 也唱歌 那不同的艺术状态嘛 享受的状态 也是不一样的 分别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两种状态 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的本职工作 肯定是一名演员 但是今天 能够非常荣幸地 站在榜上榜的 这个舞台上 我也感到非常的开心 这是一个非常 对我来说非常特别的舞台 能够参与进来 我就感到很知足 我很开心 哇 谢谢 谢谢 龚军 谢谢 谢谢 哎呀 好感动 是的 欢迎你经常来 带着新歌来 我也希望 在你演过的角色当中 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其实我饰演的角色 我不能偏心吧 反正都是我的角色 都喜欢 对 都喜欢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我演过的 消防战士 叫霍炎 为什么呢 因为非常特别 是我们演这部剧 你好霍炎兰之前 得首先进到那个 消防队里面 跟消防战士们 同吃同住 半个多月 所以能感受到 他们的艰辛和补义 对 所以他们的那种精神 打动了你 是的 对这个角色 可能投入的会更多一些 是的 是的 你大概什么时候去试的这个角色 那时候在疫情期间 我是在深圳拍结婚 然后找到我 我看了本子 哇 剧本写的挺好的 我吸引我 而且这个人设 我之前没有尝试过 就试了好几段戏 然后发现了纸片 我经常问我 经纪人有结果了吗 出来了吗 到底什么呀 我演得怎么样 大家觉得 过了可能有两周左右吧 然后说是 制片人和导演 会安排一次视频 跟你谈一谈 可能觉得我还比较合适 那就定了 那龚俊对未来呢 比如说还想挑战一些 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没有饰演过的角色类型 我都比较想去尝试 主要是不同的人设 或者是不同的主题 所以想跟导演说 什么样的角色 都可以放马过来 是的 我都可以 龚俊接得住 谢谢 那比如说要是反派的角色 你会排斥吗 不排斥 不排斥吗 因为我没演过 之前都是演的好人 多一点 也想尝试吗 因为作为演员 肯定各种各样的角色 都得试一试 挑战自己的演技 是的 有什么想跟自己的粉丝交流的 首先非常感谢他们 一直以来默默地支持着我 还是那句老话吧 我也会带我自己更好的作品 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也继续支持我 谢谢 憨厚爱笑的工具 为拼尽全力用最好的作品 奉献给喜欢他的人 对 有请我们所有的原创 召集人们都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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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我们带来的 首期节目的精彩 东俊 今天非常荣幸 能跟各位音乐老师站在一起 我也很开心 能够加入这个舞台 然后反正重在参与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音乐人 更多的好作品 来到这个特别棒的舞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